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村里的一村民二十多岁 前几年回到村子里 他把自己的这些日常的看到的 包括在这里生活的这些场景 在这个抖音上发布 这个发布以后 开始吸引了我们一大波的客人 他现在的粉丝量 也达到了两百来万 所以我们变成了 名副骑士的一个网红村 这个村子的话 它一共有五层的阶梯 夕阳的照射下以后 整个村就是一片金黄色的 就类似于布达拉宫 所以我们又有 江南布达拉宫的美城 我们从上海来的 这边的风景不错 我们平时大城市生活 就特别不一样 挺好的 而且也挺干净的 我们本来就预定了三天两晚 然后现在过来觉得还不错 挺好玩的 我们准备再多住两天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